2021年的中国话题不断 从早前的科技领域到房地产发展商 到现在的电力危机 是什么处使了这一波电力危机 又有哪一些解决方案呢 在这一集的OMI我们将带你了解更多 欢迎来到OMI的第十集 我是Holm 先来谈谈电力危机 首先是成本的考虑 中国煤炭在今年就已经暴涨了三倍 但电力价格的涨幅范围却限制在10%左右 这导致许多煤电厂出现了发跌越多 赔的越多的一个现象 进而开始减少光电 有见于此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短期缩缓的方案 当中包括将电价浮动范围 从原本的10%增至20% 同时通过海外煤炭进口 重启国内煤炭的矿产 和制定煤炭顶价 从而缩缓煤炭供应和成本的压力 但这却同时迎来了西方国家 对其所带来的全球暖化课题和影响的一些批评 然而在传承着眼前商业人口 无电取暖过寒冬和全球暖化之前 中国政府今年选择了以名声为优先 保障好群众的生活和寒冬取暖的用能 作为长远之际 中国将会更积极的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 而在过去的10月份中 就已经启动了总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多项清洁能源计划 那您又是否赞同中国政府支持的决定呢? 在评论区下告诉我们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会探讨有关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最后也借此机会向各位说声 2022年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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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li